我們的整體的房價一樣 因為他持有稅太低了 所以說他就變成很低成本的 一個炒作行為 所以我常常在講說 不炒作的人才是笨蛋 因為這麼好賺的事情 你不去做 在這邊賺通告費 好像太辛苦了一點吧 OK 所以我說 這邊都是政府的制度 引誘了人們去做 這樣一個不當的行為 那不僅是這樣 它導致了什麼 導致了政府的稅收 也因為這樣而大幅度的不足 要知道我們潛藏了可以有可能 有十倍左右的不動產的稅收 我們卻不一樣 所以政府財政能力有限 所以就更怕總體經濟不好 怕稅收等等等等又更不好 所以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說我想稅制的改革 這件事情當然是重點 當然我覺得外資入資這件事情 其實現階段這個行為說實在話 一方面來講 他已經告訴你是誰做了這件事情 那是不是就該查 而且很多時候都是媒體 可以指名到信的完全知道 這個人是誰 但怎麼政府官員好像都搞不清楚 到底背後的無銀子是誰的感覺 我覺得這裡面還有幾件 值得討論的問題 就是說這會不會涉及到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問題 媒體怎麼可以這樣 還是說其實背後是有業者 故意的放話 他就是要來炒作這個話題 這背後就是一個炒地皮的行為 所以說這裡面有一堆各式各樣的違法行為 在這裡面 所以我們要更往下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法律遇到房地產 都會自動轉換 我想這是台灣在面對房地產 這件事情底下的時候 我們要非常深刻來檢討的一件事情 不過我們講到稅 因為剛才有說到 參院部長張勝河認為政辦是在都更 結果楊所長覺得他這樣說法是謝責之詞 其實稅制就是一個很大的漏洞 你怎麼來看 今天這個洞在稅制上 其實最重要還是財政部 要怎麼樣把這個洞給補起來 是 我覺得如果說實體的這個不動產 我們如果就整體來看功過於求的話 可是部分的這種區塊卻不斷的高漲 那就表示說大量的資金一直湧向這個特定的區塊 那為什麼 無非是這個預期報酬非常非常的高 那如果不從這種租稅的誘因來處理的話 假如不動租稅 然後要央行現在升息好了 其實央行是投鼠計器 也就是說現在的經濟狀況還不是很好 所以你如果放棄了這個稅制的這個手段 我覺得其實台灣的房地產的這個問題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尤其現在大家看 其實中國大陸的這個房市已經到了一個末期的一個階段 他們真正的大吵架都已經不斷的撤出資金 所以有一部分的資金勢必會跑到台灣這邊來 尤其兩岸的這邊相對開放的這個程度會越來越大 然後相關的這一類的投資也會越來越多 當資金不斷的湧進來 如果我們不在這個稅制上做一個關卡 做一個守門的話 其實更多的資金湧進來的話 我覺得後果不堪撤架 我認為在豪宅跟商辦的部分 很可能就是會一發不可收拾 一發不可收拾 那那個就是台灣M型化的開始 是 不過我們現在講說這個房市泡沫化 其實這句話老實說也不是現在才開始講 講了好多年了 現在這個階段大家難免會去想說 到底這一次所謂的泡沫化是真的 還是又是一次狼來了 進段廣告馬上回來 在土地供給量大地區像重化區裡頭 它空屋率就會特別多 尤其在內湖五旗這塊區域呢 其他住戶率頂多調查下來只有三到四成 沒人住的空屋讓星星豪宅聚落 總是出現保全比住戶還要多的怪現象 根據統計全台灣的空屋數去年就高達86.3萬宅 比例從10.15%拉高到10.63% 遠高於倫敦香港還有新加坡平均3%到6%的水準 在官方營建署的眼中 雙北市已經出現了泡沫化危機 而且其中小於20坪的空屋佔比就有19.5% 遠高於其他的大坪數 甚至五年以下的新城屋 空屋比率還高達20.9% 於是財政部祭出了鐵腕 想要雙管旗下查圖屋 我們有統計到5%上有兩戶以上嘛 那對他們而言是很清楚 可是也許對某些的豪宅的人 他是在台北一戶 可是也許他另外在各個縣市都置物 那這樣相對而言我覺得就是不公平 畢竟財政部長張盛禾主張 一戶一屋超過兩戶就要提高房屋稅 跟立委提出的版本 以一人一屋為限標準更為嚴苛 但在稅制無法統一之下 想談公平課稅的居住正義 恐怕還是條漫漫長路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全台的空物率超過了10% 大家都在喊泡沫化 但是房市泡沫化 這不是今年才在喊的 都不少喊了幾年了 如果四五年之前 你聽了喊房市泡沫化 然後你信了 退出市場或當時想說 等一等數據房價會跌 所以你沒有買的話 現在大概都後悔得不得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波又在喊房市泡沫化 劉總你來評估 到底是真的還是人來了 我一直認為就是說 房地產泡沫化每一次發生 不管是20年前民國85年 或者是在金融海嘯 以至於到現在 每一個時代都有它不同的 一個歷史背景的原因 現在的房地產泡沫化 在這個時機點被喊出來 我覺得說實在話 如果說以基本面來看 我認為還不至於發生 因為確確實實 這個高房價的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只是集中在很少數的一些區塊而已 而這些區塊 大家可能透過這個土地的開發 都市的重化 土地的重化 然後建案的推案等等的 那麼使得這個價格 受到各方的關注 實際上真正來講 我現在就講說 以台北市 這8萬多戶的 這樣子的一個空屋來看 政府如果說 能夠先提高它的一個 持有的一個稅率 使得它的這個屯房的 這樣子的一個壓力 複稅的壓力增加了 那麼它的選擇會變成怎麼樣子 要嘛它就是快點把它賣掉 那你當你這個整個 比較多的供應量 都投入到市場要求售的時候 你價格會下來 第二個方法 這些房東會怎麼樣 那它如果不賣的話 它一定要想辦法 去cover它增加的稅付的成本 那它就要想辦法把它給租掉 所以我覺得實際上全國觀眾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大家一定要去買房子 為什麼一定要去買房子 如果當你發現到 你今天租房子是比買房子 享受的東西是一樣的 租用的這個需求 是基本的需求是一樣的 而你支出的成本 是相對的是要降低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租金報酬率在台北市 可能2%都不到 但是如果你去貸款的話 你是要付高於2%以上 甚至更高的一個利息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要去買房子 就是挑戰一下傳統上 爸爸媽媽教我們的 有土司有財這個概念 在現在的時代 是不是還適合 沒有錯 不過我們要透過 建商的一些說法 來觀察一下市場的動態 像是華國總經理 他就表示 他覺得現在台北市的房價 他都覺得有點虛 但他也說了 在目前低利率的環境 油資還很充沛 所以就台北市來說 大概房價還可以穩個 大概3到5年的時間 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貫德建設 就是說台灣房屋 現在只有6到8成 他覺得目前市場上的需求 如果不夠強的話 他覺得房價 是有可能會下修 而且緊接著來看 接下來又有一大批的 新城屋要準備交屋了 這大量的需求在市場上 會變成一個非常 這個壓力很大的賣壓 所以像華老師你來觀察 接下來房市會有些 什麼樣震撼的效應出現嗎 我想就房地產市場的漲跌 其實預期心理一定是 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也就是說現階段看起來 我們對於後市的預期的 漲價的潛在的預期 跟疊價的潛在預期來看 第一個 漲價的幅度可能相對 即使它能再漲 它的幅度相對有限 但是疊價的那個幅度 就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不知道有多大 或者從機率來講 Maybe它現在是一半一半 也就是說現階段市場上 對於後市 基本上它是比較偏悲觀 但是還沒有到恐慌 但是一旦真的房價開始出現 真的開始跌的時候 其實那個比例的轉換會很快 那個恐慌也會很快出來 那個氣氛會轉得很快就對了 對 所以說我覺得 市場上你說現在到底泡沫有多大 或是支撐能量有多強 我覺得那都只是大家現在 就分析來討論 實質上來講 其實我們從建商的 特別是兩家非常大型的 上市建設公司的老闆 提出來這樣一個說法 你可以看到他們真正心裡面 真實的想法 OK 也就是說 基本上大家對後市 某種程度上 是比較偏向悲觀的一個態度 當然我們更進一步看到 剛剛也提到說 現階段已經進入到一個 焦屋潮的一個高峰期開始走 但是我們還要知道一點 因為本來明年1月要來實施的 這個融機獎勵的上限 內政部要實施這個制度 因為建商的壓力而延後兩年實施 導致最近這半年來 其實建商搶照搶建的現象 已經越來越明顯 所以說今年下半年的那個 建造執照的核發的數量 大概也是過去這幾年來的最高峰 但是預計這樣的事情 在未來兩年不會減少 也就是說未來兩年供給過剩的問題 只是會不斷的擴大 再加上說這麼多的焦屋潮會出現 一旦出現價格反轉 這時候是投資客也會開始進行拋售 所以說你會了解到一點是說 未來兩年市場上 特別是預售物或新屋市場 它是建商也大量推案 投資客也大概是逐漸掉來拋售的時候 所以它那個價格潛在的破壞能量會很強 所以我們也很怕這裡會出現是一個 當然它也叫做是一個惡性循環的一個反向 就是多渣多的那種結構會發生出來 所以這是現階段就市場內部本身 其實它的結構性的問題 更何況說我們對於這些泡沫 房價過高負擔能力過重 本來就已經供給過剩的這些 本來體質就不良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更糟糕的是說在現在這個時候 一旦市場出現任何風吹草動 我看政府也不大敢出來救房市 因為這種時候來發生這種事 所以說就內部 國內內部的所有結構而言 其實負面的力量遠大於正面的力量 當然往國際的角度來看 QE退場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終究國際上面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還不知道 所以說你要知道一點是說 未來兩年其實是房地產市場 風險極大的一段時間 我們不要說泡沫會不會直接破給你看 但是就理性的投資人來講 現在不跑那你更待何時 所以就像李嘉誠所說的 你要不要去做賺最後一個銅板的人 很多人也在想 如果今天泡沫破了房價就會跌 而如果真的這樣的狀況之下 就代表著大家有能力可以買房嗎 這也不一定 淨亂廣告馬上回來 床外有綠景 遠眺還有海景相伴 但水河警官一覽無遺 房價當然很驚人 一出手就挑戰區域新高 建商沒再怕 因為光是土地取得成本 就砸下了23億 政府的政策開低了一點 55萬 我想慢慢我們還是會慢慢調到起始 會擔心被人家說炒房 我想我們都很乖 聽彭總裁的這個政策 我們現在開價都非常的平實 就是不想被貼上炒房標欠 但即便如此 比較淡水區同時期的推案 各家建商開價平均落在 25萬到40萬元之間 正面海的第二排景觀宅 價格已經足足貴了三成 而且時間很湊巧 財政部長張聖和才鬆口 奢侈稅將維持兩年必所期 還有稅率不變的決定 建商下一刻就搶著開案 要卡